在上期视频节目里,雷博介绍了2023悉尼皇家符合节展会的花卉和花艺展览 本期视频将要为大家展示本届展会的马拉车比赛,羊展和狗展 这些比赛和展览带有浓郁的土傲的生产生活气息,彰显了澳洲这个大农场的特色 雨停了天空放晴,在悉尼奥林匹克公园的巨人体育场,传统马车及马术比赛已经开始 在小马拉车比赛之前,赛场引导员将参赛选手领入比赛场地 首先进行的是女士驾车比赛 参赛者和裁判员都身穿传统服装,各就各位 参赛小马车按固定路线扰圈,并完成规定的动作 几位裁判员给出评分结果,得高分者获奖 接着是蓝室驾车比赛 比赛规则与女士的雷同 参赛者比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大马拉车比赛场地 参赛大马车整装待发 赛手身穿传统服装 高头大马也打扮得十分的俊美 单人马车结束比赛离场 双人马车参赛选手上场 骏马早已按捺不住 蠢蠢欲动 骏马步伐平稳 脚健 过路桩 绕圈 完成规定动作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裁判对马皮发出口令 评价马的应对能力 并检查马皮的状况 最后评出优胜者 马术比赛 略显冷清 离开巨人体育场 我们来到羊和羊猫产品展馆 羊和羊羊羽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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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 在狗展馆里 展出有牧羊犬、晒狗以及各类宠物狗 大部分展出的都是大型犬类 这是一只牧羊犬 在这样的环境里 它像是有点郁闷 晒狗细长的身材 善于奔跑 在展厅里 最多见的是宠物狗 长毛狗 很温顺 任人抚摸 并显出很享受的样子 很温顺 很温顺 美容师给狗美容 这也是很吸引观众眼球的项目 也不知狗儿是否真的喜欢被美容 志愿者在进行一眼活动 狗儿听从主人的引导 完成一系列的动作 跳圈,过独木桥 逐击跳上台阶 最后又十击而下 反应敏捷,动作连贯 如果主人是子曼 他副的动作 来人的动作 Let's go! 成功写! 在下期视频里 雷博将给大家介绍 本届符合节展会的另一个亮点 工艺美术展 请大家继续关注雷博世界频道 这里是雷博世界频道 若您喜欢本视频 请订阅点赞 并请推荐给您的亲朋好友 支持雷博做更好的视频 谢谢 下次再会